受到整個氣候的一個異常 最近二屋的一些戰爭 那其實這些都加速了 維持這個價格 相對在高檔的這樣的一個壓力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認清一件事情 大概很難有低蛋價的狀況 這個不是好或壞的問題 而是讓這一顆蛋的生產 回到真實面 新年十前 安部條六點 天天存民台幣強化的關係 這裡